2013台中国际旅展现场 民众忙着比较减便宜 台中消保官则是忙着稽查 捍卫这些消费者的权利 所针对的重点就是业者是否提供至少一年的旅约保证 以及进驻的厂商是否有合法登记 因为有足额的旅约保证有这个东西的话 消费者买到这样子的礼券 将来如果业者倒闭了 那消费者至少可以去跟那个保证的厂商或银行 去把钱要回来 这个是保障消费者一个很大的权利 还有就是餐长的厂商到底有没有未登记 未办登记就做那个旅宿业使用的 是不合法的业者 这也是我们的稽查重点 消保官表示只要遇到不合格的 就会热令业者下架 所以这一两年稽查下来 业者普遍都会主动配合 在票券上特别著名向民众来挂保证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字号 还有平保的字号 我们都绣在单子上面 这是消费者第一个 你可以做印证的地方 如果有 它就是代表它是有平保的 纵使这家旅行社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得到 平保协会的一个补偿的 对 我们履约保证的话 我们也投入了一笔的资金 在台新银行都有做履约的保证 那这个券是一年期有效 有效过期之后没有关系 它一样可以当做现金礼券 折抵办店其他的消费来做使用的 我们已经查了一年多了 所以已经改善很多了 那现在不要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 业者有些规定说假日 或是那种过年跨年的假日不能用 对 那其实我们是呼吁业者 其实应该是说我可以加价使用 就是我用这个优惠假 因为要那个礼券等同现金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现金的金额范围内 我加价 然后去要求业者说 我还是可以使用这个礼券 这样才比较公平 消保官也指出旅展期间这四天 台湘市消保室也在这里成立消费者服务中心 遇到消费纠纷都可以免费咨询 来表障自己的权利 记在这里讲台中才到